北京电影学院历年来的新生都是备受关注的存在,像如今的流量小花鼓励那扎,就是北电2011级学生,那时的他因为惊世骇俗的容貌,在场外被媒体拍到而火速走红。 而今年北电的大义新生们更是被各家媒体争相报道,因为在这一届新生中有两位已经很红的小明星,吴磊与宋祖儿,虽然如今的帅哥美女越来越多,但是网友们普遍认为凭着吴磊与宋祖儿的颜值,就算在北电阎王众多的新生中,也应该算是笑花笑草了。 不过今天由网友曝出了一张北电新生的大合影,当看到各位未来的明星们的颜值时候,网友们不禁为两人担心起来,吴磊一身黑色装扮头戴鸭舌帽,笑起来阳光自然,虽然站位十分靠右侧边缘,但是还是一眼能认出他。 在吴磊身旁的五位小伙子,无论身高与颜值都不逊于吴磊,尤其是身穿短裤那位同学笑起来很是好看,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还是吴磊的颜更加耐看些,是笑草无疑了。 而在看宋祖儿身旁的新生美女们,则不禁为他有一丝丝担忧,每一位女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。 而宋祖儿又手边的半端戴帽子的女同学,给人一种安置了baby的记事感。 宋祖儿左手边的女孩姿势造型来看是属于那种运动阳光型的,嘴角不经意的上扬是无比自信的体现。 在看宋祖儿上面的几位女生,虽然也很美,但是美的很大众不是那种一眼入迷类型,而身为一位演员最忌讳的就是雷童。 不过他们才单一而已,说不定四年之后有志的非变也说不定,其实令大家眼前一亮的还是上上方,那位留着中分的长发姑娘。 这位新生虽然面部没有任何表情,但是自带高冷饭,最重要的是许多网友认为,她才是本届大义新生中最亮的那个,看来宋祖儿笑花的地位不保啊,竞争真的太激烈了。 而除却宋祖儿身边的女生外,本届新生中还有许多女生,相比于刚才的那几位,这些女同学就略显逊色了。 当然每个人的眼光都不同,别人眼中的美,在另一人眼中也许只能算是一般也说不定。 最搞笑的是,很多网友看完这张北店新生合影之后开始怀疑人生,因为从这些新生们的穿衣打扮来看,他们真的不像是我们平时一眼。 许多网友都表示自己上大一的时候可是非常的土气的,而他们大一的毕业证就直接鸟杀了许多大学大四的毕业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